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下班逛小卖部,穿西装配改良旗袍超市拍大片认不出,突破很大更女人。 旗袍作为中国女性的传统服饰,不仅展现了国粹的美,更是有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除此之外旗袍就好像是为东方女性量身定做一般,尽显好身材,同时又不失古典美, 最主要的就是没有一丝丝的艳俗感,这是现代性感衣裙所不能媲美的, 当然为了符合现场女性的穿衣要求,旗袍也是在不断地升级改良,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大型场合都会看到旗袍的身影。 杨子这几年的变化还是蛮大的, 在90后的杨子不光演技出色,杨子这一块也是很出众, 但是出道到现在时尚感一直被吐槽, 不过好在这几年的杨子变化还是蛮大的, 从以往的单一的甜美公主范,也是走起了性感欲解风, 虽然有点小瑕疵,但是突破还是蛮大的,突出一个惊艳。 穿搭小知识,改良旗袍。 优点,时髦现代美,魅力十足。 在诸多的女性衣裙里,最能展现东方女性韵味的还的是旗袍, 不过传统旗袍太过于成熟, 对于月月仪式的小年轻来说, 多少有点不符合的感觉,显得老气, 因此旗袍也是经过了改良,但唯一不变的就是版型, 修身束腰的款式,紧贴驾驭者的身材,勾勒出曼妙曲线。 这次下班逛小卖部,杨子竟然来了个时尚大片, 在衣品的选择上,杨子也是罕见地选择了一件旗袍长裙, 修身的版型呈现出曼妙曲线, 虽不是那种很凹凸感的,可是对比以往打扮, 杨子确实变化很大,更加有女人味了。 穿搭小知识,印花元素,优点,避免简单,丰富造型。 传统旗袍好看是好看,但是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过于单一, 大部分的旗袍裙都是采用纯色的款式, 通过驾驭者的身材来展现造型魅力,风格较为单一, 可是现代旗袍裙就不一样了, 通过细节还有搭配来美化, 比如女性十分喜欢的印花元素, 就能很好的融入其中。 可以看到杨子的这件旗袍就是如此, 超高密度的设计, 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既视感, 但是好在色彩选择过多, 也是让造型显得很有魅力, 尽显东方女性的韵味,美极了。 穿搭小姿势, 拖地款式, 优点, 优雅霸气, 气场足, 裙装好不好看, 有太多因素著称, 版型, 时尚元素, 就连裙摆的长短也是会影响造型的美感度的,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 传统旗袍的裙摆基本都是集的为主, 或者微微露出加以组合的脚背, 侧边开叉, 让造型更加有韵味, 但是现在旗袍裙就不同了, 很多都是以拖地为主, 以此来彰显裙装的为美。 杨子的这件衣裙就是如此, 拖地裙摆, 几乎把整个鞋履给盖住了, 走在超市里拍大片, 那种气场确实非常的亮眼, 很是让人喜欢。 穿大小知识, 发圈加大耳环。 优点, 形象大变, 更加女人。 作为一枚爱美的女性, 穿衣打扮, 除了正常的衣品之外, 怎么能把一些细节上的装饰给忽视呢? 同时也不要小瞧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 完全能够起到承托个人魅力的效果, 当然不要过于复杂, 同时结合衣品风格来, 这样才能更好的展现时尚感。 风格大变的杨子确实变美了不少, 衣裙成熟有魅力, 细节方面, 佩戴发圈还有个性化的耳环, 满满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女性的模样, 很适合好看。 肖战全球后援会发布整改公告, 更名为肖战影音会官微, 全文透露两点信号。 去年夏天陈情令热播, 演员肖战快速走红, 并成为时下最具人气的顶流明星。 然而, 人红是非多, 进入2022后, 肖战遇到了诸多争议性事件, 如227事件, 教师粉丝带学生应援事件等, 虽然这些争议大多是粉丝个人行为产生, 但是肖战本人非常有担当, 不但回应道歉并表明态度, 令人称赞。 肖战全球后援会10月15日发文。 其实, 纵观肖战遇到的诸多争议事件, 肖战本人几乎是什么都没有做, 大多是不理智粉丝的个人行为, 或黑粉冒充设计等。 随着粉丝在犯圈内争议增大, 肖战粉丝总团体全球后援会曾多次作出回应, 最后一次则是在10月15日发生, 如今时隔一个多月后肖战官方后援会再次发文, 引发关注。 肖战后援会曾组织应援, 肖战全球后援会更名。 10月16日, 肖战全球后援会再遭受诸多争议, 停更后做出整改, 发布整改公告, 原文如下。 即日起肖战全球后援会更名为肖战影音会官微提交审核中, 仅保留肖战全平台安利组, 负责各平台日常宣传安利工作。 同时,肖战影音会将撤去附会职位, 增设运营组负责日常管理、 产出、策划、运营等工作。 影音会将择日发布招新公告, 期待每一位有热情有能力的粉丝加入我们。 今后, 让我们踏实走好每一步, 将重心放在X9少年团肖战DAYTOY的影视、 音乐等作品和活动宣传上, 专注活动, 以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 肖战网宣组宣布独立运营。 除了肖战全球后援会整改外, 肖战网宣组也宣布独立运营, 以改外肖战网宣官微, 关于指责则依然以线上宣传为主。 从肖战全球后援会及网宣组的整改可见, 这对肖战粉丝而言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 后续, 影音会的工作主要为帮助肖战宣传影视及音乐作品, 同时专注于活动, 此次整改可谓是非常彻底, 明确了后续工作, 相信对于肖战的事业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 肖战全球后援会此时整改也能够理解, 原因或在与后续肖战的复工有关。 日前, 肖战曾宣深域现作活动, 获得多家官媒表扬, 这无疑对肖战复工非常有利。 此外, 肖战的影视作品《狼殿下余生请多指教》, 剧传即将播出, 很多粉丝都在积极宣传, 同时在光点之后肖战将再次发布新歌, 此时后援会整改为影音会也透露出这两点信号。 当然, 还有一层意义便是后援会后期对肖战的定义是演员。 当然, 现如今网络上依然充斥着大量的肖战黑粉, 而随着肖战粉丝的越来越理智, 并且近延级专注于影视音乐作品, 相信黑粉后续也很难找到肖战的操作, 如今后援会已整改, 望黑粉也逐渐退去, 还网络环境已清静。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